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博士 你在2009年建立了塞莱拉 2014年塞莱拉是中国第一家干细胞省市公司 请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我觉得 我还在创业的路上 但是对于我过程里边所取得的一个成功 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一个是来自于一个梦想 我希望通过干细胞的一个事业 能够让人们能够获得健康 能够战胜这个重大的一个疾病 这个是我事业动力的一个来源 也是激情所在 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想着 我经过了三世创业 就是希望做一个实业家 最后决定就是把干细胞的事业 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事实上也就是说我第三个的原因 就是我的一个专注 我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为这个 干细胞的一个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个贡献 希望能够开发出这个干细胞的一个新药 让他们能够就是从病床里能够站起来 那当然就是说爱就是我自己就是成立了这个 成海家生命之美公益基金会 包括我太太家人的一个支持 中国有句话叫这个家和望世兴 这我想这都是我个人就是在走在重庸路上 很大的一个受益 我了解 但干细胞是全球的交点和热点 按照媒体报告 你是在中国的干细胞产业化之夫 请问一下在中国发展如何 以后 对在干细胞我在中国是做了比较早的 创业于2009年 就是那么中国在干细胞产业化 这个过程里边是一条江行的路 我就是通过一个创新型的一个企业家 就是建立了干细胞产业化的应用技术体系 和平台的一个降设 就是祝好潮引风来 就是说把国际的一个干细胞 就是洋化的产业引到了这个就是塞尔拉在广州 那么同时就是我推进了这个产学洋的一个合作 就是把高校科研机构就是一个转化利用我的平台 那么同时作为一位这个政学委员 全国政学委员 我又这个给到政府 就是提出了这个加快钢细胞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降议 包括钢细胞的新药的申请审批的一个立社通道 这么一个提案 就是得到了国家的一个大力的重视和支持 那么还有就是我作为钢细胞行业的一个会长 就是每年会举办一次520 就是国际钢细胞产业化大会 通过这样推进整个的就是钢细胞产业的一个往强的一个发展 所以就是说就是尽到自己的一个一个努力 明白 但您在产业化的路上 遇到了什么问题 以后你怎么克服 在企业发展过程里边 也是碰到了很多的僵心和脱折 就是最关键的就是为强所困 就是说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 就是资金量是断了 那么就是在这时候 我太太把自己的一个金银财宝都给卖出去了 就是说用来给养工发工资 到发展到这个2016年 就是又碰到一次这个资金量的一个一个断裂 那时候我把自己的股份也给自压吃去 就是说就是让这个企业能够就是说能够活下来发展下去 所以我自己的一个一个感触 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跟这个资本 那么同时就是说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自己要平静冷静去面对 那困难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人定胜天 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环境 以后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因为您已经完成了您的IPH的博士项目 你已经是博士 但是我们的IPH的博士项目推定个人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IPH对我个人的人生影响很大 就是说通过这个学习 我掌握了这个就是从理论的角度 就是去看待这个企业发展的问题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逻辑和推理 去研究这个干细胞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问题 找出它的规律和这个机会点 那么我的博士论文也是超级进攻环境下 这个业务流程创新 就是说从干细胞的一个产业发展过程里边 一般来说都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到工程再到产业化 那么通过这个就是学习之后 我会从这个客户的角度 从市场的角度导回来 就是说哪一些是能够尽快产业化落地的 通过这样来去把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需求 跟企业的一个技术相接起来 就是更好的推进就是产业化的一个发展 好的那我了解 那很高兴我们的 那么我最后就是说自己的一个愿景 就是说希望在未来 就是说就是能够把塞尔拉打造成为这个 就是全球的干细胞这个产业的一个临近企业 去构建这个干细胞的一个生态 就是希望通过干细胞这一个 就是能够自我修复再生的这么一个一个 就是新的技术 就是去治疗这种重大的男子性的一个疾病 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病床上能够站起来 能够健康的就是活到120岁 对就是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 为大家努力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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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